來看右邊 好 再幫我們看一下右手邊 好 再拍到中間前方 我們有官方攝影 好 再幫我們看一下左手邊 謝謝 好 可能再幫我們看一下中間偏右 好 再幫我們看一下右手邊 獎座稍微有點重了 兩個獎項 所以要麻煩請大家來獎 可以了 直接拿起我們的獎 感覺比前幾年都還要更有力了 健身有錢 好 中間前方 謝謝 好 再看一下左手邊 最後了 謝謝 右邊 右邊 好 最後右邊了 謝謝 好 我們請高追人來幫我們拿一下獎座 各位辛苦的媒體朋友 大家好 我是怡良 就是 有在練體力 稍微還是要練一下 對 有空的時候 肺活量 外形量 稍微顧一下 對對對 因為畢竟在舞台上的時候 肺活量這件事很重要 從頭唱到尾其實也蠻辛苦的 演唱會的時候 對 所以平常的時候 也是要好好多多照顧身體了 這也是要幫助我們歌迷朋友們關心一下 壞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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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這一次在我們這個 臺北小巨大的這個舞台上面 也是為了我們替代 三年會的流行樂獎嗎 剛剛拿到這個兩個獎項 不知道有什麼樣的心情 跟我們媒體朋友分享一下 我覺得這個獎項對我來說 其實不只是音樂上的肯定 我覺得它更深層的是因為 我創作出來的歌曲 無論是曲子或是歌詞 其實都跟我自己的生活 是完全的連在一起的 所以某個程度上其實我也 蠻安慰的就是 我這樣子的生活態度 或是我這樣的思考態度 或許是可行的 對 好像是一個蠻正確的方式 或是至少大家可以體會的方式 我覺得這個是 最讓我覺得很欣慰的地方 其實在專輯發行之前 很多人都很期待這張專輯 可是我覺得一張專輯呢 它能夠在發行之後 然後一直被討論著 或是被聆聽著這件事情 是很重要的 像這張專輯 她會在半夜三點的時候 聆聽《Forever Young》 然後下午的時候 她可能想要 振奮一下自己的精神 她可能就聽《來的兄弟有救》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 她真的是一個人的生活 寫出來的一些音樂 所以很開心被大家 在某個時刻記憶著 希望這個艾依良的音樂 都可以時時刻刻地 陪伴在我們的身邊 對 今天也特別謝謝艾依良 來到P-Li-Fi